字幕by 編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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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們今天要講風險跟報酬率跟資金成本 在事實上有些時候 在很多財務管理裡面 這是兩個章節 兩個章節 那因為這兩個章節 是非常緊密相關的 所以我們就把這兩個章節 並在一起 那我們先來看一看 什麼叫風險跟報酬率 那我們上禮拜 已經有講 那個資本預算 然後我們也跟各位講說 資本預算在 進行折現的過程當中 我們所要用的是 資金成本 來當作我們的折現率 那我們上個禮拜的最後 所講的一個單元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不需要 把融資的資金成本 融資的現金流量 放在我們的 放在我們的現金流量的 一個估計的表格裡面 因為我們說 如果你用資金成本 去對我們投資案的 本身所產生的現金流量 去做折現的過程 那你這個折現的過程 自然而然就把那些融資的現金流量 把它考量進去了 OK 那我們上禮拜就講說 儘管如此 可是你會看到很多實物界的 那個投資方案的一個評估表裡面 我去放融資的現金流量 那我們強調就是說 如果硬要把融資的現金流量放在我們的那個 現金流量估計表裡面來講的話 可能會化蛇天竹 那我們認為化蛇天竹的原因就是說 因為 有關於 舉債的現金流量 你是可以估計的 但是如果這一家公司 有使用部分的權益資金成本的話 那你可能就會 反而得到一個錯誤的結果 因為你對於權益資金 使用權益資金 所必須要負擔的現金流量 是非常難在我們的一個 現金流量裡面去估計 我們上禮拜有跟各位講 就是說 其實有非常多的 公司的權益的資金成本 是沒有辦法去估計他的現金流量 比如說有些公司 他沒有發放 那個現金鼓勵 那有些公司 你如果說 那個除了現金鼓勵之外 很可能有資本利得那一部分 那資本利得那一部分也很難估計 甚至有一些年度 甚至我們的那個公司 沒有資本利得 只有資本損失 難道你會說 有資本損失的那些年度 他的資金成本為負嗎 所以我們有關於權益資金成本 事實上是非常具有爭議的 非常具有爭議的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要來跟各位講一下 在我們財務理論裡面 我們怎麼樣去估計 所謂的股東權益的資金成本 因為理論上來講 我們任何一家公司 都同時會使用 舉債跟股東權益兩種資金的來源 那你如果要去估計出來 所謂的資金成本的話 那就必須要去估計 股東權益的資金成本到底是多少 然後去估計 舉債的資金成本到底是多少 然後估計完這兩個個別的資金成本之後 然後再利用某一種 加權平均的方法去算出來 我們的整個公司的一個 加權平均的資金成本 然後我們在這邊要跟各位講 幾個基本的概念 這幾個基本的概念很重要 可是很多學財務管理 尤其是第一門課的 財務管理的學生來講的話 不太了解說我們為什麼這麼做 第一個來講 我們一直在強調是估計 估計而不是叫計算 那為什麼是估計而不是計算 各位要想想看 我們估計這個資金成本的用途在哪裡 幫我們還沒有去做的那個資本預算 去當折限率 比如說我今天廠房都還沒有開始蓋 還沒有開始去找地 還沒有去做什麼任何一件事 我就在做投資分析了 在做投資分析的同時 我就必須要去估計這個資金成本 那比如來講101金融大樓 他的契約是70年 那所以我還沒有蓋101金融大樓之前 我就要估計資金成本 這個估計的資金成本要能夠 針對未來的70年的現金流量去做折限 OK 所以理論上這個資金成本 不是今天的資金成本 而是你在做評估期間的那70年 他的資金成本大概是多少 所以未來還沒有發生的事情 我們沒有辦法是說 我在計算資金成本 而是估計 是用一個estimate 這是第一個 然後我們第二個要強調的一下就是說 這邊如果你去看一下的話 我們都在估計的資金成本是什麼 長期債權的資金成本 還有股東權益的資金成本 所以我們理論上在計算的是什麼 這個公司的long term的一個cost of capital 長期資金的 長期資金的資金成本 那有些人如果說你們學的多一點 你們很可能會適時的問一個問題說 那難道流動負債就沒有資金成本嗎 流動負債會有資金成本 但是這邊為什麼沒有去考量流動負債的資金成本 各位要注意喔 我們說我們要去做的投資分析是幾年的 我們看101金融大樓是70年的投資案 那那個資金會套勞幾年 會套勞70年 那會套勞70年的資金是長期資金還是短期資金 那是長期資金 OK 所以理論上我們這邊要考量的是長期的資金成本 所以流動負債那些資金成本在這個計算裡面就不會出現 OK 所以各位要了解 儘管就是說 好像資本預算大家都看了課本以後都會算都會解 可是他到底背後的用意在哪裡 那為什麼我們這邊要強調就是用估計的 OK 那這中間我們要了解一下 那我們剛來講的就是股東權益的資金成本 他事實上預估是困難的 OK我們說過像台積電 成立以後17年沒有發放股利 所以你沒有辦法估計他 也沒有什麼現金流量 那你不能講說前面17年台積電 使用他的股東權益資金是不用成本的 因為他沒有發放股利 這說不通 那第二個來講的話呢 就是說那個就算有些公司有發放股利 那你也不能假設說他 第一個我們有幾個問題給去探討 第一個來講的話就是說 他過去有發放股利 並不代表他未來會發放相同的股利 不要忘了我們現在要做的是什麼 估計未來的資金成本 所以你不能講說他過去發放股利是多少 過去的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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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利的平均來講是多少 所以他未來的資金成本就要是多少 OK 所以理論上來講我們今天要說的就是說 其實總歸一句話就是說想要用務實的想要用所謂的那個事後的概念 去計算出來這個一家公司 所使用股東權益的資金成本應該負擔多高 那這件事情是非常難回答的 那我們在這邊呢我們要使用一個approach 那這個approach的話是不是從公司的出發點去想 而是從什麼 而是從投資人的觀點去想 為什麼從投資人的觀點去想呢 我們今天來講就是說 一家公司 如果他的投資人決定去投資這一家公司的股票的時候 那這些投資人心裡面在想什麼 這些投資人可能心裡面在想說 我今天去買台積電的股票 我為什麼要買台積電的股票 我今天為什麼要花75塊去買台積電的股票 我的理由在哪裡 OK 那我很可能第一個就要想一想 我今天如果當台積電的股東 買花了75塊去買這個股票以後 那我明年一整年可能會得到的報酬率是多少 OK 那你很可能會根據分析師的資料去算出來說 明年台積電股力可以花多少錢 然後大部分的分析師認為說台積電的目標股價大致是多少 所以你可以去算出來一個類似像是伺候的概念 但是還沒有發生的一個報酬率出來 那至於那個報酬率夠不夠你的欲求 OK 我們當初來講如果說你稍微計算一下 你說如果依照分析師給我的資料 那我明年如果用75塊現在用75塊去買台積電股票 那明年的這個時候我大概會領到多少現金股力股價會成為多少 所以我的報酬率大致來想是多少 那投資人越來越的算出來這個報酬率之後 他怎麼會覺得說這是值得一個投資的一個標的呢 他今天就很可能會去思考 那跟台積電同樣屬性的一些公司 一般而言他的報酬率是多少 那我如果去買台積電的股票 我預估依照分析師給我的資料 我的報酬率會是多少 所以呢 這些觀點這些比較很可能會構成說 我到底要不要去成為台積電的股東 OK 如果說一般跟台積電屬性相同的公司 他給的報酬率是15% 那如果你今天算出來台積電 约略的報酬率是20% 那你很可能會去買 OK 如果說跟台積電相同屬性的公司是15% 但是你算出來台積電的報酬率是大概10% 那你很可能會決定不買 OK 所以呢 你大概就會想到說 這就是一般投資人在做決策的 那我們現在想問的第二個問題說 那投資人怎麼決定說 像台積電那樣的股票 大致上要有多少報酬率 我們剛才講的是15% 這15%是怎麼來的 那你很可能會去想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市場上的那些人 他可能會針對 那個一家公司的風險的高低 然後去確定 或是去設定一些門檻或是Benchmark 去設定一些指標性的一個報酬率 那這個指標性的報酬率會跟這一家公司的風險的大小會有關 也就是說風險越高的我們就希望他的報酬率回饋越高一點 風險越低的我們就希望他的報酬率越低一點 OK 所以呢 我們在這邊我們會採取一種approach 我們的approach就是說 我們站在投資人的眼光 可能會認為這家公司應該要給多少的報酬率 那你會根據這個應該的報酬率 然後去決定要不要去買這家公司的股票 因為你可能會約略的根據分析師的資料去算出來台積電或是其他公司的 大致上的一個報酬率是多少 那這個報酬率呢是不是符合我們的預期 如果符合你的預期的話 那你當然就會去購買這家公司的股票 所以呢 我們在這邊我們會利用各位可能如果有之前上過投資學的的同學 那可能就會有學過類似這一張叫做投資組合理論 或是一個叫做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的理論 那這兩個理論事實上是連在一起講 因為你在講資本資產定價理論之前 投資組合理論一定要先講 因為他在推導出來那一條 我們剛才就講就是說 怎麼樣的一個風險水準 應該給定怎麼樣的一個報酬率 在推導出來這個關係之前 那投資組合理論是要先成立的 那所以呢 我們在這邊沒有辦法 假設所有的同學都應該去學過投資學 我們以前是有這樣規定的 但是因為今天是在 會計系來教這門課 然後另外來講的話我們有很多的同學是選修的 所以他不見得會有這個 先期的一個課程 所以我們在這邊呢 還是花大概一個多禮拜的時間來跟各位講講這個關係 那這個關係當然這個每多聽一次同學就會多了解一些 那這個關係可能是任何一個學財務金融的同學 他應該要非常熟悉的 所以理論上來講你如果多學一次 幫你多了解一些關係跟道理的話 那我相信沒有任何同學會覺得不好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就預先跟各位講一下 同樣的課程可以在投資學學到 但是每個老師的交話不太一樣 所以你很可能會聽到不同的一個insight 不同的一個道理 那我們在這邊要先跟各位區別一下 就是說我們常常會誤解 我們常會用一個事後的觀念去算出來一個報酬率 比如說我如果去年 去買台積電的股票 那去年台積電的股票可能不到70塊 那今年的話台積電股票大部分都在75塊上下 那從去年到今年 台積電當然有發了一些現金鼓勵 所以理論上來講你就可以算出來 台積電從去年到今年 你實現了多少的報酬率 如果你去年今天買台積電的股票的話 那這樣的計算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一般的投資人如果他今天才要買股票的話 他可能也是用相同的方法去算一個報酬率 只不過說這個報酬率可能就是一個估計的 比如來講 我們說你如果用事後概念去算出來一個報酬率的話 那這個報酬率呢 也就是說你買賣股票的報酬率可能會等於一個叫做當期的股利率 就是D1除以P0當期的股利率 就是把股利除以你當初付的股價 那你當然現在來講的話 你現在願意付的股價 台積電的話大概是75塊左右 所以呢你就要算一下說 明年分析師大部分就覺得說台積電可能會發現金鼓勵 比4塊錢或5塊錢 我們假設是這樣的數字 那如果依照75塊錢來講的話 那這可能就是大概6% 7%的一個當期股利率 那當然市場上呢 有另外一個名字通常都會把它叫做殖利率 學財務金融的人會覺得殖利率好像是比較像是債券的 但是我們市場上還是有很多人就會把它講成 當期的股利率就叫做殖利率 大概6%、7% 那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股價上漲的部分 因為你如果當一個普通股的股東 你的報酬率事實上來自兩方面 一方面當然就是你領到的股利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從今年到明年的這個時候 股價是不是可能會上漲 那這個是所謂的一個股價上漲的部分 那我們也有把它叫做資本利得率 所以一個資產的報酬率可以表達為當期的股利率 然後再加上一個資本利得率 好那只不過說你要計算這個報酬率的時候 各位可以看到那個我們上面那個公式的那個主標 如果你現在的時間點是0的話 那個1P1跟D1 目前是還沒有知道的 因為還沒實現 因為它是一年以後 你才會估算出來D1等於多少 一年以後你才能估算 你才能夠知道說P1等於多少 所以如果你用這個概念去算 所謂的一個股票的報酬率來講的話 那由於這個一年以後 這些數字 它到底會實現多少 我們不是百分之百知道 OK 我們不是百分之百知道 那所以我們就會把這樣的一個報酬率 那依照統計上的一個性質 我們就會把它定義成為 叫做一個隨機變數 隨機變數 就是說它到底要實現 怎麼樣的一個數字 我們目前不是百分之百知道的 因為它會根據很多不同的情況 可能會實現不同的數字 比如說景氣如果好 跟景氣如果不好 那它會實現不同的數字 那你站在目前的時間點 你沒有辦法百分之百 景氣到底是一定好 或是一定不好 所以我們會把這個報酬率 當作是一個隨機變數 那隨機變數 它到底 因為你站在投資人的立場 你一定要去評估嘛 一定要評估就是說 我該不該買台積電的股票 所以你一定會想辦法就是說 那既然如此 我站在第零點的時間點 我有沒有辦法去估算出來 台積電這個股票的報酬率 那在未來的這一段時間 它可能出現的一個情形是多少 OK 那所以我們必須要根據這個隨機變數 想辦法去推斷出來 我們對這個隨機變數的理解 OK 然後我們才能斷定說 那根據我的理解 我該不該去買台積電的股票 OK 那我們說 如果各位也學過一點點統計學的話 那你大概會知道說 我們 去描述所謂的隨機變數 大致上有兩種方法 一種叫主觀的方法 一種叫做客觀的方法 這沒有說哪一種方法 主觀的一定比較好 或客觀的一定比較好 它事實上各自有利必得失的 那我們就一一來探討一下 那我們主觀的方法呢 我們就是利用所謂的機率分配的概念 想辦法去描述我們所想了解這個隨機變數 然後根據我們的描述之後 我們再去計算出來 我們想得知的一些情形 那我們第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機率分配 所謂的機率分配呢 就是說 你想去描述一個隨機變數 那我們這邊的隨機變數是 一個資產的一個報酬率 那你如何去描述呢 你大概描述兩個主要的特質 第一個是描述就是說 你要去描述說 未來可能有哪幾個可能的出向 出向我們就叫 outcome 英文叫 outcome 出現的現象叫出向 那我們在這邊呢 我們就可能會去描述 這個台積電的股票 或是一般的資產 它可能會根據我們未來所了解的 經濟傾氣的情形 然後去描述出來說 我們可能會有五種狀況 五種狀況 OK 我們會根據說 我們現在所了解的經濟的情形 就是說 明年呢 可能經濟有極端繁榮的機率 有可能中度繁榮的可能 也有一般磁平 也有可能是中度蕭條 也有可能是極端蕭條 這五種可能的出向 那這五種可能的出向呢 它對於我們資產的報酬率來講 它的含義當然不太一樣 那我們這邊來講的話就是說 我們如果有普通股 那這個在極度繁榮的時候 普通股可能會帶來19%的報酬率 那中度繁榮的時候 普通股可能帶來14%的報酬率 然後呢 經濟持平的話 普通股的報酬率還有11% 那中度蕭條的話 報酬率有6% 那極度蕭條的話 報酬率可能只有-3% 所以呢這個五種出向 就是根據經濟情形的融衰 那我們可能會去請一些專家 或是我們自己本身就有一點了解 然後去推斷出來 我們要去描述那種股票的報酬率 那我們就把它想像成是 最右手邊的那一行的一個報酬率 那這只是我們想描述 所謂的那個隨機變數的一個dimension 我們說我們要根據兩種特質 去描述我們想要知道的隨機變數 那第一個呢 就是這些經濟景氣的指標 所隱含的那個報酬率 那第二個呢 你一定要告訴我說 那我們景氣集中繁榮的 可能性有多少 中度繁榮的可能性有多少 經濟殖病的可能性有多少 然後呢 中度蕭條跟極度蕭條 它各自的可能性有多高 OK 所以呢 我們第二個dimension就是去描述 這些出向 它可能出現的機率 機率值 OK 比如我們想講說 那我出現那個19%報酬率 那個極度繁榮的一個情形呢 它的可能性只有5% 就機率值是0.05 然後呢 中度繁榮的可能性呢 稍微高一點 有20%的機率 然後經濟持平的機率有50% 中度蕭條的機率有20% 幾度蕭條的可能性有5% 這看起來是蠻對稱的一個分配 那當然我們是所謂設計成這個樣子 就讓各位可以比較了解一點 OK 所以呢 你就可以加以這樣的描述 那描述完了以後呢 你如果今天是投資人 那你會想知道什麼 看到這樣的一個機率分配 看到一個資產 它有各種可能性的報酬率 然後各自可能性的報酬率 比它所伴隨的機率是多少 這好像我們可以了解 對不對 那現在的第一個問題 你很可能想問一下 那我看到這個機率 我的感覺如何 或是我應該如何去推斷說 這樣的一個報酬率 對我來講 它有哪些特質 我必須要注意的 各位讓人知道就是說 這個表看起來 那雖然你對它的分佈的狀況 約有了解 但是呢 任何人很可能就想 從這個機率分配裡面 想去說 我能不能萃取一些資訊 能夠讓我來 比較不同的投資標的 比如說 我們今天有A股票 有B股票 你都估計出來 它各自不同的一個出向 那甚至你有些機率分配 你很可能 所要用的那個描述的方法 可能不太一樣 對不對 你很可能覺得台積電 它跟經濟的景氣是有關係 那很可能另外一種商品呢 你很可能你認為決定它報酬率的 跟經濟景氣不一定是一樣 對不對 你很可能想要用別種方式去描述它 那你如果說有A的投資標的 A股票 B的投資標的 B股票 兩家公司的股票 你想要比較一下說 哪一家比較符合 我想投資的屬性 那你如果要去做一個公平的比較的話 你一定要去說 好 那我看到這樣的一個機率分配的話 那我有沒有辦法去萃取出來一些 比較有效的一些指標性的一些 東西能夠讓我去判斷 這個投資標的是不是我想要的 那當然這個 我們在統計上 老草就有一些解決的方法 我們解決的方法是看兩個東西 第一個 我們就是計算這個機率分配的期望報酬率 因為我們 當然我們 所要探索的標的是報酬率 所以你看到一個資產的 一個報酬率的機率分配 那你第一個就想算出它的期望報酬率 期望報酬率有一點像是 一個平均數的概念 只不過說因為這個平均數是還沒實現的 它是未來才會實現的 所以我們就不用平均數的概念 因為平均數是一些已經實現的一些number 我們把它加起來取個平均值 對不對 在這邊呢 因為是未來才要實現的事 所以我們就把它叫做是期望報酬率 期望報酬率有一點像是平均數的概念 只不過說它是實現在未來 那你如何去算出平均數呢 那其實統計上很簡單 就是把你各個可能的出向 去把它乘上它相對應的機率 然後把它加全平均 那因為機率加起來是等於1嘛對不對 所以你這個加全平均了以後 那這個就有點像是平均數的概念 OK 所以我們就把它稱為是期望值 那因為我們計算的是報酬率的期望值 所以我們這邊就簡稱為期望報酬率 期望報酬率 你很可能想知道它的風險 那各位這個風險在一般人的心目中 常常被誤解 常常被誤解就是說 風險聽起來就不是很好的一個代名詞 那風險這個東西其實它本身很中性 為什麼叫很中性呢 所謂的風險高跟風險低的投資標的 它其實最大的差別就是說 你所謂的風險高就是賺大錢的機會 跟賠大錢的機會都有 OK 也就是說你去投資一個標的 它很可能幫你賺大錢也可以幫你賠大錢 這樣的一個投資標的叫做風險高 那什麼叫風險比較小的投資標的 就是說你賺大錢的機會比較少甚至沒有 賺小錢的機會是有的 那賠小錢的機會也是有的 但是要賠大錢的機會比較小 或甚至是沒有的 OK 所以站在你們現在 如果大家稍微知道了一些投資標的上面來講的話 所謂風險小的投資方法 就有點像你們把錢存在 在銀行的定存帳戶裡面 OK 那定存帳戶來講 對一個投資人來講 他的報酬率是 期望的報酬率是小的 那他有沒有什麼可能的損失 也有 當你的報酬率如果小於你的 所謂的貨膨脹率來講的話 那你實質上的財富是有損失的 對那個損失來講也是小的 OK 就小賺小賠 那個叫風險小的 那你如果去買一般來講 比較 比較 風險比較高的那個中小型的股票 那大家都認為說有些科技股 他可能風險是比較高的 那比較高的話就是說你有可能在未來這一段期間裡面賺大錢 賺到30% 賺到40% 甚至賺到100% 這個機會都是有的 但是也有機會呢 他賠掉50% 賠掉60% 這個機會也是有的 那所以它是中性的原因就是說 因為這個純粹是一種選擇 有些人希望說他去擁有賺大錢的機會跟 那當然他的代價就是說也有虧大錢的機會 那如果說你不想去冒那種風險的話 那你很可能選擇類似像是定存那樣的投資方案 所以第一個我們就很想去描述說 那這個風險如果在機率分配裡面我們是怎麼去描述它 那我們在統計裡面有一個概念叫做標準差 標準差 那標準差的意思在哪裡呢 標準差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通常來講我們在任何一個機率分配裡面 我們會先去算出來一個類似像期望值 或者我們剛才所講的平均數的概念 那我們要描述所謂的風險高跟低呢 事實上就是說 你要去描述各個 我們剛才不是有描述嗎 我們有極度繁榮有極度蕭條對不對 那我們想要去描述一下就是說 這種各種可能的報酬率的出向 距離我們平均數來講 它的平均距離是遠的 還是比較近的 也就是說風險比較小的投資方案 我們認為說 它賺大錢的機會跟賠大錢的機會是比較小的 我們的風險比較高的 我們就是說賺大錢的機會跟賠大錢的機會 它應該是蠻顯著不會太小 如果說你可以經由我們的機率分配裡面去算的話 我們這邊的做法就繼續算它的標準差 這個RJ呢 它事實上就是我們剛才所強調的 各個報酬率可能的出向 OK 然後這個ERJ呢 就是我們剛才預先已經算出來的期望值 也就是所謂的平均數的概念 就是說呢 我們任何一個出向 距離我們這個期望值來講 那它的距離 平均值是多少 那各位當然知道 我們的機率分配 我們算出來的 所謂的平均數的概念 理論上應該有一半的可能性 它的那個出向是高於它的期望值的 有一半可能性的出向 它是低於它的期望值的 就像平均數一樣 我們說全班的平均數是70分 那這所以算出來70分 就是說有些人比70分高 有些人比70分低 那如果說機率分配都是很平均很均衡來講的話 你可能會覺得有一半的人比平均數高 有一半的人比平均數低 那如果是這樣的情形呢 我們如果去計算我們的距離 因為我們想要描述 這個報酬率 它本身出向的離散程度 離散程度就是說 我們的那個 一般來講 這個出向跟我們這個平均值的一個距離 然後我們想去算出 如果說我們的出向跟平均數的距離 平均比較大的話 就代表這個機率分配比較離散 平均值比較小的話 我們的機率分配就是比較集中 比較集中的話風險就比較少 但是呢我們知道有一半的出向 應該是比較大 有一半的出向應該是比較小 所以我們如果要衡量平均的距離 就會把那些正的那個差跟負的差 加起來然後再除以所有的那個個數 那這樣子來講的話 我們很可能正的差跟負的差就相互抵消掉 你就看不出來它真正的距離 所以我們這邊如果想要看的距離 是一個絕對距離的話 那我們這邊的做法是怎麼樣 先把這個差把它平方 把它平方以後呢 不管是正的差或負的差都會變成正值 對不對 那變成正值呢 它在各支乘上它的機率 比如說我們說極度繁榮 它跟我們的那個平均值 它的差距是多少 我先把它平方以後 再乘上它的機率值 對不對 那我們就把它加全平均 因為我們各支乘上它機率值的過程 也是一個加全平均的過程 所以我們這個是距離的平方 加全平均之後 然後再把它開根號 那它本身也是一個 絕對值的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計算出來各個出向 跟我們的期望值之間的一個距離 的一個平均值 所以我們是 之所以那邊是先平方加全以後 再開根號 最主要是把所有的距離 都把它變成是正的距離 好 所以呢我們再回到上面一章 那你因此就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大致上來講 我們就是對於任何一個資產 我們就想知道說 它第一個 期望報酬率等於多少 或是有些人會把期望報酬率 叫做預期報酬率是多少 那第二個是把它描述成 它的標準差是多少 那期望報酬率呢 主要是我們認為是那個資產的 所帶來最可能的一個報酬率 就是有點像是平均數的概念 那第二個呢 標準差 事實上就是我們想要描述的一個風險 也就是說這個機率分配本身離散的程度 OK 那在這邊呢 我們要跟各位強調一下 那個 或許 並不一定每個人都能夠接受這種概念 但是我們在財務理論裡面 我們可能會去下一個mandate 去下一個 我們大家認為可以公然承認的一個東西 就是說 我們會認為呢 我們的期望報酬率是越高越好 站在投資人的立場 他們希望他的期望值越高越好 然後我們會覺得說 那一般的投資人會比較不喜歡風險 所以報酬率 標準差呢 最好是越小越好 OK 那我們剛才有強調過 這個風險的東西 事實上是一個中性的 也就是說 我們說絕大多數的人希望風險越低越好 但並不代表說 所有的人都應該要喜歡風險低的 投資標的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你應該看到說 這市場上就沒有人在 在買賣股票 買賣科技股的股票 因為他們是風險高的 所以有些人來講 可能會因為他的一個偏好 他會選擇風險比較高的 一個投資屬性 那當然我們會認為說 風險跟報酬率 他事實上是會有一種 類似像是替代性 OK 也就是說 他的替代性很好玩 就是說風險比較高的報酬率 他伴隨的是 報酬率可能比較高 風險比較低的 那個投資機會 他的平均來講均衡的報酬率也會比較低一點 這是我們可能會看到的一種現象 那我們這邊當然有列出來 不同的一個資產可能你會看到的一個 投資的標的 那這邊我們稍微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報酬率看起來有點誇張 有8% 就是國庫券 國庫券 國庫券呢 我們後來我們發現說 不管經濟的狀況是如何 這國庫券給你的報酬率是固定的 也就是說 這個國庫券這樣的一個報酬率呢 可能給我們的一個特質 就是說 他的標準差是等於0 那我們又定義標準差是風險 所以呢 國庫券這樣的一個投資標的呢 那在我們的定義裡面就是一個沒有風險的一個投資標的 沒有風險的投資標的 所以他的標準差為0 那所以他基本上 我們嚴格上來講 統計上 我們不認為他是一個隨機變數 我們認為他是一個常數 就是說不管那個 你的那個隨機變數的一些那個 Outcome是怎麼樣 他事實上 百分之百的機率 他報酬率都是8 所以呢 他沒有改變 沒有隨著那個情況的改變 而改變他的報酬率 所以我們認為他不是隨機變數 他是一個常數 所以他的標準差是0 好 那 當然 我們剛才講的第一種衡量方法是一種主觀的方法 就是你去描述各個投資標的 他可能出現的出向 跟各種出向可能伴隨的報酬率 但是 大家 也都是人嘛 所以你看喔 我今天我要問你說 那請問你能不能告訴我台積電 明年報酬率的機率分費是多少 儘管你是專家 你很可能也寫不出來 台積電明年的報酬率 他的出向跟他的 的機率值各自為多少 那所以呢 你要用主觀的方法去描述 我們剛才所強調的機率分費 是困難的 是困難的 那所以統計上其實還有第二種方法就是說 那你幹嘛要去為難你自己去主觀的描述說 台積電明年在各種不同的經濟狀況之下 他的報酬率各自為多少 那各種經濟狀況之下 他出現的機率是多少 這事實上一般人都沒有辦法做出來 那很有可能 我們有一種方法就是說 只要經濟的結構沒有太大的改變 我們必要強調喔 其實這個 前提其實很難去維持 他說只要經濟的情形沒有太大的改變 那你應該會覺得說 台積電或是某家公司 過去的報酬率 跟他未來的報酬率的機率分配 應該是相差無幾的 如果你不認為說 明年是一個特別的一年 你應該認為說明年是一個很正常的一年 那過去十年台積電呢 我們也可以去看出來說 過去十年台積電已經實現的 報酬率是多少 那你可以有一種算法 你就說 好我們不認為說 這個台積電明年的報酬率 跟過去十年 會有顯著的不同 所以我就可以把過去十年台積電 已經實現的報酬率 當作我去估計 未來這一年台積電 報酬率的一個機率分配 那我們要怎麼算 所以呢你就可以呢 我們假設說我過去十年台積電 有十個已經實現的報酬率 每一年都可以計算出來一個 然後我們把這個十個 過去這十個報酬率呢 每一個報酬率把它當作是一個出向 對不對 比如說我們想估計 2012年台積電的報酬率 那你可以怎麼樣 就是2002年到2011年 每一年的報酬率各自出現十分之一 所以呢我們有十個 奧看 然後每個奧看出現的機率 都是十分之一 那你能不能去算出來什麼 我們可以算出來一個期望值 可不可以 期望值就會把十個報酬率加起來 除以十嘛 平均報酬率 OK 那他們標準差呢 就各自這十個出向再去減掉 我們這個所謂的一個 預期的報酬率 OK 就是說我們的期望值是那樣子 那我們的標準差呢 就是把這過去十年的 每一年的實現的一個報酬率去減掉 我們看預先算出來的那個平均數 好 那唯一 比較大的一個差別 就是說我們這邊 我們剛才是除的是T嘛 或是除了的是N 那我們這邊是用T-1 我們T的話就是過去十年嘛 那我們在算標準差的一個過程當中呢 依照統計來講 依照統計的特質 因為我們只是利用過去十年的報酬率來代表一個抽樣 那我們希望這個抽樣非常像它整個報酬率的母體 那所以我們必須要用我們的平均數去取代我們的母體的平均數 就是我們的樣本的平均數 就是我們的樣本的平均數 就是取代我們母體的平均數 所以理論上來講呢 我們的自由度 如果你不曉得我才講的這個東西 很可能必須要去參考一下統計學的課本 自由度要減一 那其實算出來 如果你樣本很大的話 那你除以T減一跟除以T 其實差別是不大的 OK 差別是不大的 所以理論上我們有客觀的方法 就是拿過去已經實現的歷史資料 然後我們也可以算出來一個期望值 跟一個標準差 OK 所以如果你認為說 我們的過去的那個已經實現的報酬率 對未來有描述性的話 那我們當然就可以這樣做 那其實我們剛才有強調 我們強調是什麼 我們認為說未來的這一年 它的經濟狀況跟過去一段時間 如果沒有很大的差別的話 那我們可以用所謂的客觀的方法 但是我們幾乎每一年 我們都有感覺說 我們未來這一年的那個 資產的一個報酬率走向 不一定要跟過去要一樣 因為你所面對的經濟環境 是不一樣的 比如說你說台積電 你說未來這一年的經濟狀況跟過去十年 像嗎 其實可能不像 因為每一年可能你都可以想出 非常不像的理由 對不對 像他今年 你就說 因為蘋果 很多的訂單 就從三星 跑到台積電過來 那這個東西是過去 可能也沒有的狀況 所以你也不能假設說 未來這一年的報酬率 跟過去十年就一定要一樣 因為我們基本上要能夠拿過去的東西 來推斷未來 那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 就是說你認為經濟架構大致上來講 是不便的 可是我們有很多的時候 這樣的前提是不能成立 好 我們休息一下 那我們剛才有跟各位強調 風險這個東西是蠻中性的 它是中性的一個理由 就是說事實上有很多的投資 它本身就是風險比較高 有很多的投資本身就是風險比較低 那我們基本上會有一個態度 就是說 投資人有區避風險的一個傾向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要去描述一種理論 那我們當然知道就是說 其實在座大概有100個學生 那這100個學生很可能每個人 對風險的態度都不一樣 那如果說每個人對風險的態度都不一樣的話 我們就很難就是說 能夠提出一個簡化的一個理論架構 然後去描述所有的人 因為每個人風險的態度都不一樣 所以呢我們有一點 事後諸葛亮的一個情形 我們就是說第一個 我們可以從我們的一個資本市場的一個現象可以看得出來 各位當然知道說資本市場裡面 我們有幫不同的那個風險等級的債券去做平等 那風險品質比較好 也就是說風險比較低的債券 它在資本市場上面的殖利率 或是所謂的利率水準是比較低的 然後風險品質比較差或是風險比較高的那個債券 它的殖利率就會比較高一點 那你如何合理去解釋這種現象呢 那現象就是說投資人他不喜歡風險 所以如果你的投資標的風險比較高 那他可能投資人就要求比較高的資產的報酬 來作為補償 那如果說因為高的風險我就要求比較高的報酬 那當然這其中有一個想法就是說 那是因為投資人他不喜歡風險 所以呢你要他承擔比較大的風險 他就要求你比較高的報酬率 所以因此呢我們就推斷出來說 我們投資人可能有區避風險的一個態度 但是並不代表說因為每個人都區避風險 所以每個人都要怎麼樣選擇低風險的投資標的 其實這兩件事情並不是相同的 理論上來講只要你提供的報酬合理 那是不是有人願意去承擔比較高的風險 這是有可能的 所以呢我們等一下會去講 投資者如何選擇他的投資標的 那不同的投資人他會因為他對風險的偏好不同 而選擇最終風險不一樣的一個投資標的 所以你會看得到說有些人喜歡買科技的股票 有些人喜歡買比較安全的股票 那他之所以喜歡買科技股 承擔比較多的風險 那很可能是他的偏好 OK所以我們等一下將會看到那樣的行情 那我們接下來呢 因為我們當然我們描述的個別資產 你如何去描述他的 期望報酬率跟標準差 期望報酬率是一個 站在經濟學的立場 他是一個good 就是人們偏好喜歡的東西 也就是說期望報酬率越高呢 那投資人的utility 他的效用函數 效用的那個個數就會越高 那風險呢 我們大致上等一下要描述的 就是說他是一個bad 就是一個不好的東西 所以你如果呢 要承擔比較高的風險 那他會減低投資人的效用 那我們這是基本上的一個態度的假設 好 但是要走到我們 談到一個投資者的均墾之前 我們要有一些簡化我們的一個 理論的一個過程 那這個過程事實上是非常合理的一個 論述跟鋪陳 就是說我們等一下會去講一下 就是說我們任何的一個投資人 可能會藉著一個所謂 風險分散的過程 然後去降低風險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描述說 有些風險它事實上是一種不規則的風險 那那種不規則的風險存在 對你來講沒有太多的好處 所以呢我們會想辦法 會利用所謂的風險分散的一個過程 將我們的風險降低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談到這個過程 在談這個過程中間 我們稍微要先跟各位談一談 什麼叫做投資阻隔 那嚴格上來講 沒有任何一個投資人 他只擁有單一的資產 每一個投資人他事實上都擁有 兩種以上資產 OK 比如來講 你可能一個學生 你身上會有一些錢 然後呢 或是你的家庭可能會有一棟房子 然後呢 你就說我們家除了房子以外 我們什麼東西都沒有 其實還是有的 我們如果仔細要去看一看的話 每個人都有能力資產 你如果以後會去找一個工作 這個工作呢定期會給你某一種薪水 那薪水就跟你擁有資產 擁有債券的話 那每個一段時間會給你利息 那你擁有股票的話 每個一段時間他會給你鼓勵 那你擁有一個工作的話 他每個一段時間會給你薪水 所以每個人還是會擁有一些能力資產 就除了你自己的實體資產之外 每個人都有擁有其他的資產 那我們如果嚴格看起來 那你除了銀行的定存以外 你家裡有房子 你家裡可能也有車子 那你家裡很可能有電視機 有其他的家具 也有可能有一些那個 家傳的一些什麼古董 也有可能有一些書籍 有一些什麼其他的衣服 什麼東西 那些都算是一種資產 那有些資產有很明顯的報酬 有些資產可能沒有明顯的報酬 古董很可能越存越久 他很可能越值錢 有可能古董 有些古董是假的古董 就存在久 他也沒有任何證的報酬 也說不定 但是我們嚴格說起來就是說 任何一個投資人 他其實都有多種以上的資產 那我們現在就要想描述一下 如果他有多種的資產的話 那這個投資人 他的風險跟報酬率的 長相是如何 OK 好 那當然我們對於 要描述所謂的那個多種資產以後 我們有一個前提 就是說我們已經先用剛才的那一種 所謂幾率分配的方法 已經去描述出來個別的資產 個別的資產 他的風險跟報酬率的之間 我們已經先算出來了 比如說我們剛才的 我們這邊假設一個投資人有 AB兩種資產 那你就可以把他想像 A可能是我們剛才那個 幾率分配表裡面的股票 B你就可以把他想像成是 我們剛才的幾率分配表裡面的 債券公司債 那我們假設就是說 如果有個投資人 有兩種以上的資產 那他的 兩種資產 那他的一個期望報酬 跟他的風險 到底要怎麼來描述 那期望報酬率呢 當然就是說 我們剛才已經算出來的 那個A的隨機變數 跟B的隨機變數 你用我們剛才所描述的方法 可以算出各自的期望報酬率 那各自的標準 當然也算得出來 所以我們要描述說 我整個投資組合的標準差的話 那我應該是怎麼樣 那這個東西在各位的初期統計學裡面 應該都有兩個隨機變數 資格的那個標準差的一個 描述的方法 那我們在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就不再重複就是說 這是怎麼過來的 他應該是WA平方 SigmaA平方 WB平方 SigmaB平方 加上兩倍的WA WB SigmaAB 好 在這邊SigmaAB是什麼 SigmaAB呢 就是描述這兩個隨機變數 它除了各自要 有它各自的標準差以外 那我們想描述一下 這個兩個隨機變數之間 有沒有共同變動的傾向 OK 有沒有共同變動的傾向 那我們剛才如果說 那個機率分配表裡面 你可以發現 這個我們的普通股 跟我們的公司債 它好像有一種傾向是 兩個資產的共同變化的情形 是相反的 OK 我們 不好意思 跳未來這一張 你可以看得出來 當經濟景氣越來越好的時候 普通股的表現是好 但是經濟景氣越來越差的時候 我們的公司債 表現的會比較好 這經濟學上當然就是說 有很多的時候這種現象是會存在的 比如說像我們景氣比較好的時候 那大家就會很害怕通貨膨脹過熱 所以呢 就會有一點點就是會 抑制那些景氣的一個情形 那所以呢 你會發現就是說 景氣過熱的時候 那債券呢 表現就會比較差一點 OK 那景氣如果很冷的話 那比如說央行的話就會降低利率 那降低利率來講的話 對債券投資來講就會比較有利一點 所以你會發現這兩個 隨機變數之間是會有相反的變動關係 那相反的變動關係就是說 當一個隨機變數表現的相對比較好的時候 另外一個隨機變數相對就比較差 那依此呢 我們所定義的共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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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sigmaib就會變成是負的 為什麼呢 比如說我們所景氣的狀況好的時候 這個raj可能大於era 對不對 景氣好 我們a是普通股 景氣好的時候呢 我們的公式在表現就是會比平均值要低 所以rbj就會小於1rb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喔 就是說 當這個變數為正的時候 這個中瓜弧為正的時候 那個中瓜弧會是負的 一個正的層上一個負的 會變成負的 對不對 那相反的 如果說這邊是負的的話 那邊就是正的 所以負的層上正的也會是負的 所以sigmaab呢 它就有一個相反變動的情形發生 那如果是相反變動的情形發生呢 這兩個東西當然都是正的 然後最後第三項就會是負的 那如果有這樣的情形呢 我們就認為說 這兩個隨機變數 或是這兩種資產 它事實上會有相互抵消的一個作用 相互抵消的作用 那相互抵消的作用 它所造成的一個結果就是說 我們的總風險就會比較低一點 比如說我的A資產表現得比較好的時候 B資產就表現比較差 各位當然想想看 就是說你如果有注意到 我們有一些基金它是號稱 它是平衡式基金 所謂平衡式基金就是說 這個基金的組成裡面 有蠻大一部分是普通股 有蠻大一部分是債券 當普通股表現好的時候 債券表現就比較不好 OK 當債券表現好的時候 普通股就表現比較不好 所以也是經濟景氣的時候 普通股會帶來比較好的報酬率 比較不景氣的時候 債券會帶來比較好的報酬率 那所以兩者之間會相互抵消 所以它每一年呢 大致上都會給投資人 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的報酬率 所以這對很多那個 很多那個比較保守的投資人來講 平衡式的基金很可能就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投資 很好的一個投資 那所以呢 如果你有部分的股票 部分的債券就會是這樣 那如果A跟B兩者 它是相關系數 它的屬性如果是非常相近的話 那會是怎麼樣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如果A這個股票是友達光電 B這個股票是奇美 那各位當然知道友達跟奇美 兩個都是做易經面板 兩個主要的競爭市場也非常的接近 那曾經有一段時間 你如果去看那個股票行情的話 你會發現友達光電跟那個奇美 漲多少跌多少 那幅度都非常的接近 那如果說你這個人 把部分的資產放在友達 部分的資產放在奇美來講的話 那理論上這兩者呢 當A資產表現好的時候 B資產的表現也會好 當A資產表現差的時候 B資產表現也會差 所以他好的時候這邊是正的 那邊也是正的 如果當他表現不好的時候 他是負的 那邊也是負的 那所以這兩種資產呢 所得到的那個Sigma IB 共變數就會得到是正的 那如果是正的的話 你看這兩個東西維持不變 但是它的第三項 它是正的 也就代表說 如果你把錢放在兩個屬性 非常接近的一個資產上面 來講的話 它的風險事實上是沒有降低的 我們剛才是說 你把你的資產一半放股票 一半放債券來講的話 它相互會抵銷 所以這邊會變成負的 所以這個整個瓜服裡面的那個 那個風險就會比較小 那如果說你放在屬性類似的 一個資產當中的話 那你的風險就沒有辦法顯著的降低 那因此來講的話 我們如果說 擁有兩種以上的資產 那你很可能就要多考慮一下 這資產彼此之間的相互之間的關係 OK 那我們等一下會繼續延伸 我們這個有關於那個風險 相互抵銷的一個效果 是 這個SigmaAB呢 它是叫共變數 那這個LawAB的話 是相關系數 對相關系數的話 是一個標準化的一個值 它是介於正一到負一之間 那它當然其實很簡單 那就是說你把這個SigmaAB 除以SigmaA SigmaB 那它就等於標準化了 就會等於LawAB 那LawAB就會介於正一到負一之間 那這個東西在你們統計學裡面 應該都有蠻詳盡的一個解釋 那因為我在這邊 不能花太多時間去講統計的東西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人 可能會再去找一下統計學 這個理論上每一本統計學課本都會講到 那如果是三種資產的話呢 它其實也是一樣 這個在統計學課本裡面也會講到 如果說有三個隨機變數 然後如果你的所要看的那個隨機變數 是三個隨機變數之合的話 那它的狀況就是變成這樣子 那你可以仔細的觀察一下 它後面這邊呢 我們只能描述 我們必須要講說統計學 它是一個平面型的東西 所以我們要描述所謂的共變數呢 只能說兩個兩個之間的共變數 OK 我們當然知道你們有些科學頭 可能比較好的 你們可能會想像說 那為什麼我們只看兩個兩個 隨機變數的共同變化 我們為什麼不看三個變數的共同變化 那當然我們這邊其實是有點簡化 那所以呢我們呢 也各自會去參考一下 Sigma AB Sigma AC 跟Sigma BC 也就是說兩兩之間隨機變數的一個 共同變化的一個狀況 好 那如果是N總呢 N總資產 N總資產 那如果是N總資產的話呢 我們這邊就要稍微有一點想像 就是說如果我有一百萬 那我現在就可以想像說 我每個股票我只用一萬塊錢去買 OK 那我如果有一百萬的話 我就可以買一百種股票 每一種股票只佔我一百分之一的資產 所以呢我們等一下就會想像一下就是說 我們的W1到WN呢 都是一百分之一 OK一百分之一 那我如果有一百種資產的話 一百種股票的話 那我每兩種股票 我都會形成一個共變數 OK 那我因為我有一百種股票 所以呢我理論上各位學過排列組合 當然會知道說 那我每一種每兩種股票都能形成一個共變數的話 那理論上我應該會有一百乘上九十九 但是呢我這邊呢應該要強調一下 就是說第一種資產跟第二種資產的共變數 跟第二種資產跟第一種資產的共變數 也就是Sigma12是等於Sigma21 所以呢我們到時候那個共變數的次數呢 就會變成是一百乘上九十九除以二 總共來講的話應該是四九九五種 OK四千九百九十五種 那所以呢你會發現如果說我有一百種資產 我要去形成一個投資組合的話 那一百種資產會有一百種 一百種那個Sigma i平方 就是自己本身的Sigma i平方 然後呢會有四千九百九十 四九九五種的Sigma ij Sigma ij 好那在這邊來講呢 因為我們每一種資產的Sigma i平方呢 理論上這個都是所謂的標準差的平方嘛 那因為我們會認為說我們任何一種資產的標準差 它是有限值 所以有限值就是說它不是一個會發散掉的一個數列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在資本市場上不會有那種風險極高的那種投資機會 每一個投資機會你看到什麼台塑啦 然後你看到什麼台積電啦 紅機電腦啦 或是什麼建設公司啦 或是什麼橡膠輪胎公司啦 或是什麼超商啦或怎麼樣 那每一種呢 每一種的投資標的它事實上風險都是有限值 有限值 所以呢理論上呢你將會看到 就是說如果我們投資的標的非常多種的話 我們剛才是舉了一個例子說 那我有一百萬投資一百種股票 那當然你如果把它稍微誇張一點 就是說我有一千萬 我每一種股票還是投資一萬塊錢 所以我有一千種股票 那如果有這樣的情形你將會發現 OK我一千種股票 然後經過這樣的一個 一個投資組合的一個過程 你會發現呢 因為我們那個會有wi平方嘛 那所以我如果這邊有100或是1000 那這個n分之一的平方 就會變成一個極小值 對不對 但是我的sigma i平方呢 它本身來講又是一個有限值 所以你只要取得這個n夠大的話 你會後來發現 任何一個個股所帶來的一個風險 會變成什麼 變成非常不重要 也就是說如果我今天 我投資一百種一千種股票 每一種股票只佔我一百分之一 或一千分之一的總資產 那這個每個股票的風險又是有限的 那所以經過這種平均的一個效果 你會發現呢 這個地方就會變成非常微小 我們可以把它忽略掉 但是呢 這個過程呢 沒有辦法針對我們這邊所要談的第二項 因為我們剛才所談的第二項就是說 因為我們每兩種資產 就會形成一個共變數嘛 所以理論上這邊應該會有 n平方減n種資產 sigma ij 當然我們剛才有講過 這個sigma ij跟sigma ji 事實上理論上是相同的 但是我們這邊你如果把它取出來 我們說n分之一平方 然後你如果再把這個乘性去 你會發現這邊一減掉n分之一 然後這個sigma ij的一個bar 我們假設就是說 你每兩種之間都會形成一個共變數 那共變數 你也可以取所有的共變數的一個平均值 那你當然就可以發現說 會有這樣的狀況 那這樣的狀況 如果n趨勤於無窮大的話呢 這一項 一減掉n分之一就會變成是1 那你會發現呢 如果你將你的所有的財富 分散投資在非常非常多的資產上面的話 你會發現呢 你所面對的風險 不是個別資產的風險 而是什麼 而是兩兩資產之間相互變動的狀況 這個相互變動的狀況呢 我們等一下會給它一個名詞 就是說 它事實上就是整體市場來講的一個風險 也就是說 如果你把你的錢分散投資在很多很多種資產上面來講 你今天不會單獨害怕台塑公司會有什麼個別的風險 你也不會害怕台積電會有什麼風險 你也不會害怕說某個建設公司會有什麼風險 你如果把你的錢很廣泛很平均的投資在股票市場上面所有的股票來講 你今天唯一擔心的是什麼 整個經濟總體的風險 整個經濟整體的風險 那所以我們這邊其實就是要跟各位講 資產的數目本身跟你所面對的風險的屬性 那這個東西只是一種我們要引導 等一下要談到那個投資組合理論的時候 先給各位一個比較前置性的一個想法 前置性的一個想法 等一下我們還是會用其他方法去證明相同的現象 那我們這邊只是再次的強調一下 我們前面的那一張投影片上面所在講的 當你N變得非常大的時候 個別資產的風險變得不重要 反而是資產跟資產間共同變動的 那種所謂市場的共同的一個走勢 可能對投資人來講變得比較重要一點 然後我們剛才有講到 我們剛才說如果σAB它是共變數 那如果AB呢 如果照我們剛才所衡量的 它是普通股跟債券的話 那這個σAB就是比較相互抵消掉 就是說那共變數就會是負的 那如果σAB是屬性非常接近 比如說我們剛才所講的 有達光電跟幾美光電 那σAB就是正的 那如果是正的的話 對降低風險來講就沒有太大的好處 那我們這邊呢 等一下就跟著就是舉一個例子 讓各位去看看所謂σAB的一個狀況 那所以呢 我們剛才就講說σAB 又可以分解成σA乘上σB 然後乘上一個LOAB 所以LOAB它本身呢 你如果要看的話 就等於把這兩個東西除到這邊的分母 那除到這個分母 理論上你的統計學課本會跟各位講說 LOAB的值就會介於正1到負1中間 如果LOAB等於正1的話 就代表說這兩個隨機變數 那個A的隨機變數所變動的幅度 跟B的隨機變數所變動的幅度 是亦步亦趨的 A的隨機變數增加1% B的隨機變數也會增加1% A的隨機變數降低2% 那B的隨機變數也會降2% 所以變動的方向跟變動的幅度完全一樣的話 那它的那個 所謂的那個LOAB 它就是相關系數的話 就會等於正1 如果變動的幅度相同 但是變動的方向相反的話 你就會看到LOAB等於-1 OK 那這個東西因為各位假設在統計學裡面 應該都有知道的話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跟各位講講 那個所謂風險分散的一個例子 那我們假設我們有A資產跟B資產 那A資產我們投資比率等於50% B資產投資比率也等於50% 那我們A資產跟B資產 我們假設它的期望報酬 各式就像表格上面這樣寫的 那如果你要組織 組織成50%的A資產跟50%的B資產 那這個投資組合它本身的期望值 也就是說各佔一半的期望值 就剛好是這兩個東西的各佔一半 所以它的期望值的話就等於12% 這個12%的期望值不會因為 AB這兩個隨機變數它共同變化的方向 是正式反有所改變 因為我們的公式事實上就是不需要去考慮 這AB兩個隨機變數之間的共變數 反正就加錢平均嘛 那我們接下來要看的就是說 如果LOAB等於1的話 那這兩個隨機變數的一個風險將會是如何 這個應該是說這個投資組合它的風險是如何 那我們的投資組合當然就是 WA平方SigmaA平方 WB平方SigmaB平方 跟兩倍WA WB 存上SigmaAB 那整個總括弧的2分之1 那如果LOAB等於正1的話 那你將會發現 它的風險就會變成是第一個資產的風險的一半 跟第二個資產的風險的一半 加錢平均完了以後 它平方再開根號 那就等於5% OK 我們剛才看喔 我們上一頁 我們A資產的那個標準差是4% B資產的標準差是6% 如果各自組合一半 成為一個投資組合 那如果它的 它的兩個隨機變數比較像是 友達光電跟奇美光電的話 那你會發現這個投資組合的風險 剛好是另外那兩種資產 彼子之間的平均數 那也就是說 你如果把A跟B 兩種資產的屬性非常接近的話 你有沒有分散風險 你並沒有分散風險 你並沒有分散風險 OK 因為你的風險的值 是兩者的加權平均 所以你沒有分散風險 那我們來看另外一種可能性 如果LOAB等於0 LOAB等於0是代表什麼 你在觀察的這兩種資產 沒有明顯的共同變動的方向 比如說你拿一個鋼鐵股 跟拿一個可能跟鋼鐵沒有 非常直接有關係的 當然這個理論上來講 我們說任何一個資產可能都會受總體經濟的影響 所以絕大部分的資產 事實上彼此之間雖然沒有邏輯上的相關 但是因為它都各自受總體經濟的影響 所以你還是會看到說 絕大部分的資產跟資產之間 會有不同程度的正相關 有些資產的正相關比較大一點 有些資產的正相關比較小一點 那你要真的要找到完全零相關的 那種所謂的那個資產組合來講 其實有點難 除非怎麼樣 其中有一個是國庫券 其中有一個是國庫券的話 那它就不叫做隨機變數 理論上 就是說任何一個隨機變數跟 Constant彼此之間的Law AB 是等於零的 就是有一個在變 有另外一個怎麼樣也不變 所以它共同變動的部分 事實上是零 那我們這邊假設 我們能夠找到兩個隨機變數 它的相關的資產是零 或非常接近零 比如說你找一個鋼鐵骨 跟找一個遊戲骨 就線上遊戲的股票 那這兩個東西 你可能不太容易想像說 它彼此之間會有什麼關係 那我們假設它的那個Law AB 非常接近零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去求算出來 這個投資組合的 它的那個風險會變成怎麼樣 根號13 根號13等於多少 它事實上只有3點多 3點多Percent 對不對 那各位看一下 我們上一頁來講的話 A資產跟B資產 它的標準差一個是6% 一個是4% 但是如果你能夠找到 兩個資產它彼此之間的關係非常微弱 或是沒有什麼關係 那你會發現 這個資產的一個 整個資產的一個總風險 它會比任何一個資產的風險 原始的風險要低 對不對 我們剛才一個是4% 一個是6% 但是組合完了以後 你看看它的總風險 就只有3點多Percent 風險是降低的 對不對 那當然風險降低的 最極端的狀況就是 當Law AB等於負1的時候 Law AB等於負1的時候 就是說 AB兩種資產 它的變動的幅度是相同 但是它變化的幅度是相反的 當然我們剛才舉的例子 比如說我們的公司債跟我們的普通骨 它的變動方向是相反的 但是它變動幅度不是一樣 所以如果我們剛才所看到的 那個普通骨跟公司債來講的話 你會看到一個負的Law AB 但是它的負的那個幅度不會到負1 很可能負的0.5 0.6左右 OK 就是說 它的那個隨機變數 普通骨很可能變化1的時候 這個公司債變化只有0.5 它方向相反 但是它的幅度 可能公司債是變動的比較小一點 普通骨的變動的幅度可能比較大一點 那如果是這樣子 Law AB是等於負的 然後我們想最極端的狀況就是說 會不會有兩種資產 那剛考變化的方向相反 變化的幅度一樣 其實你如果硬要找是有 就是說 我們假設就是說有兩個總統候選人 就像美國現在的共和黨跟民主黨候選人 我們假設他們呢 各自的那個 當選的幾率都各自為50% OK 那我們假設你把一半的錢投資在 共和黨的 共和黨的候選人上面 另外一半的錢投資在 那個民主黨候選人上面 我們假設那個賭盤完全是一樣 OK 那如果 如果A候選人贏了的話 那你反正有一半的幾率你會贏 然後有一半的幾率會輸錢 所以那個贏跟輸的幾率 這個LOAB的話就是等於-1 OK 那你要找到這樣的資產 並不是非常有可能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會發現 如果LOAB等於1 你剛好可以找到兩個可以相互抵消掉 那個幅度的那個 那個資產的組合的話 那你會發現就是說 這個後來的這個總風險 就變成是兩個風險的加權平均的差 對不對 因為我們剛才有6%跟4% 各自占一半嘛 所以你會發現就是說 因為它彼此抵消掉一部分以後 因為我們還是有一個資產風險比較高嘛 對不對 有個資產風險比較低 它互相抵消掉一半以後 你會發現它還剩下1% 那也就是說兩個的加權平均差 那剛才我們如果LOAB等於正1的話 那它就是加權平均的核 所以最上面那種的話 是完全沒有抵消掉風險 然後只要LOAB不等於正1的話 理論上你增加資產的數目 你就能夠抵消掉部分的風險 OK 我們剛才不是這樣嗎 就是說那個 只有當它等於正1的時候 它風險這一點都沒有增加 我們剛才也提到說 其實在資本市場或多或少 那個資產之間彼此是會有一點點正相關 對不對 你去看一下說台積電的股票 跟什麼振興橡膠 它是做輪胎的 有沒有正關係 有啊 你看一年250個交易日裡面 台積電漲 那振興漲的機率可能會比較多 你很少看到說台積電漲振興跌 或是振興漲台積電跌 那如果你去衡量 那兩種股票 你會發現就是說 或多或少 你會發現就是說 他們會有一些微弱的正相關 那依本如此 你只要結合夠多種的股票來講的話 你會發現呢 只要就是說它不是百分之百正相關 那風險呢 都會透過你增加那個資產項目 而會抵消掉部分的風險 我們等一下會利用到這樣的一個特質 那我們接下來要跟各位講 那個資本市場的均衡 那其實在經濟學裡面 我們常常用這個approach 各位回想一下 你們大概在學demand跟supplies的時候 我們在學生產者跟消費者 彼此之間要產生均衡的時候 那生產者會有一個什麼 生產可能曲線 消費者會有什麼 消費者會有那個所謂的效用函數 或是無益曲線 那我們在這邊呢 也要跟各位用相同的approach 只不過說我們的approach 稍微跟生產跟消費的均衡 比較不一樣 就是說我們這邊的生產可能曲線 因為我們要描述一個 投資的機會組合 那可是我們投資的機會組合呢 跟生產者的可能函數 是不太一樣的 各位我們在描述那個 生產可能函數的時候 x跟y是什麼 兩個都是什麼 goods 兩個都是對消費者 能夠產生正效用的商品 所以你要決定 x跟y的那個生產可能曲線的時候 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 我們或許可以這樣來講 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假設x 這邊假設y 那我們假設這都是goods的話 那它生產可能曲線是這樣子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我們的資源有限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無限制的去生產 所以我們生產可能曲線 就會變成是這樣子 那我們等一下要描述的呢 我們的y跟我們的x 那x的話是我們的風險 那x的話是我們的風險 然後y的話是我們的期望報酬 其望報酬 那y的話是goods x的話呢 是我們不想要的東西 是我們不想要的東西 好 那我們剛才又有略為的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資本市場上面 對於比較高風險的一個投資組合 它可能會希望它有比較高的報酬率 ok 所以你要看到的一個生產的一個可能曲線 其實就不是這樣子 而是呢 我們等一下會告訴各位 它會長像是這個樣子 ok 那為什麼長像是這個樣子呢 因為我們會知道 就是說 我們希望報酬率越高越好 對不對 風險越低越好 對不對 所以這一方面是不可能會達到的 就好像就是說 你x跟y 那當然 在消費者的意想的話 就是說x越多越好 y越高越好 最好就給我無限多的x 給我無限多的y 但我們資源有限對不對 所以這半部的話 就是沒有辦法達到的 但對我們來講呢 我們是這半部沒有辦法達到的 報酬率越高 然後風險越小 所以這邊是沒有辦法達到的 所以它的生產可能曲線就是 在這裡 ok 就是說 你基本上可以發現就是說 好 你要得到適當的報酬率 那你要承擔一些風險 你不可能往這頭 往這個左上方 無限制的那個 所以它事實上 它生產可能曲線的話 應該比較像是在 右下方 右下方 但是呢 因為我們 在投資學上面會 假設有某些投資組合 它是沒有效率的 所以沒有效率就是說 你相同的報酬率之下 你只會選擇風險比較低的 或是呢 你在相同的風險之下 你會選擇比較高的報酬 所以呢 我們等一下會看到生產可能曲線 就會變成這樣子 就是說投資組合所能夠形成的 風險跟報酬率的組合 它的長相跟我們 所要看的 一般的 一個 生產可能曲線 長相就不太一樣 然後當然我們等一下也會帶到 可能也會帶到 那個消費者 也就是投資人的 效用函數 那我們等一下再講 我們先談一下 我們第一個要找出來就是 類似像是生產可能曲線的 一個 資本市場的生產可能曲線 也就是說 我們想要找出來 在某一個特定時點 然後在一個 風險資產所形成的 投資組合空間裡面 然後投資人 他應該怎麼樣去做 投資的決策 那就如同說 我們在講經濟學理論的時候 消費者 會在生產可能曲線裡面 去找出 最適合的消費的一個組合 對不對 他不太可能會 找這個 bundary以內的組合 因為bundary以內的組合 事實上都是比較 sub-ultimate 就是比較 不會達到最高效用的 所以我們能夠達到最高效用 就是在bundary上面 ok 因為他的效用函數是切點 就是說 他的效用函數可能會是最高 那我們等一下也會跟各位講 投資組合的空間 事實上是 無窮大的 但是呢 投資人只會在bundary上面 去選他的 投資組合 為什麼 因為在這個bundary上面呢 能夠讓投資人達到的效用 是最高的 所以我們要找出來的 就是有一個叫做 叫做效率全員的東西 效率全員的東西 我們要找的是說 在所有的投資機會裡面 他能夠提供相同報酬率的組合裡面 那一般來講 最好的投資機會 就是那一些風險最低的 風險最低的 然後呢 或是在相同的風險水準之下 投資人會選擇的 就是那些報酬率最高的 ok 那如果是這樣 符合這兩個條件的那個 他只會是一個bundary 只會是一個外圍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就把它叫做效率投資組合 或是把它叫做效率前緣 叫做Efficient Frontier 這樣叫Efficient Frontier 然後我們當然就是 同時也要找出投資人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效用函數 那投資人效用函數呢 也跟我們所要去選擇的 這兩個東西有一點關係 因為一個是good 一個是bad 所以理論上呢 我們會覺得說 投資人呢 所想要找的 ok 他的那個效用函數 是長的這個樣子 他可能 有一些人會選擇 這樣的投資組合 有些人呢 可能會選擇這樣的投資組合 那這邊的投資組合呢 風險跟報酬率都比較高 這邊的投資組合呢 風險跟報酬率都比較低一點 那所以呢 那至於投資人的效用函數 為什麼長的這個樣子 各位可以想像的到就是說 他會希望報酬率越高越好 對不對 他會希望風險越低越好 所以呢 他就這邊會有個替代性是 斜率是變成是這樣子的 會變成是正的 所以斜率是正的的話就是說 你如果要讓他 承擔比較高的風險 你就要給他比較高的報酬率 然後再加上這個 有一些凹性的一個特質 那因為這些東西 不是我們這門課的一個主要重點 那而且講的太多經濟學的 或講的太多數學的一個 那些concavity 或是complexity 那一些東西 可能會把我們的重點 反而模糊掉 那我們到時候 很可能就是找出這樣的一個 投資組合的理論 先跟大家預告一下 因為我們等一下其實在講這個東西的時候 很快就會帶到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剛才其實有跟各位講過 就是說 如果有兩個資產 那 資產彼此的那個 情況報酬率跟標準差是如何 那我們可以去假設 假設他的那個 這個 Low ij Low ab 我們剛才是用Low ab 然後這個Low ab 是他 這兩個隨機變數的相關系數 那我們在這邊呢 我用了另外一組的資料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邊呢 就是假設 這邊有一些很怪的 一個圖形表現 有一些怪怪的資料跑出來 我們這邊想講的就是說 你可以適當的變動 W1跟W2 那W1加W2呢 會等於百分之百 那你就可以發現 在 在 Ij這兩種資產 它如果相關系數等於1的狀態之下呢 你可以跑出 一條直線 這個 Raj 事實上就是那個 我們剛才這個 Low ab 所以兩個資產 如果它是 百分之百的正相關的話 那它跟 風險跟報酬率的組合 所形成的一個函數 就會變得是一條直線 OK 就會變成一條直線 也就是說 這就是我們剛才所講的 它沒有辦法去 分散風險 所以呢 它的報酬率呢 也是兩個資產報酬率的 加權平均的一個線性組合 然後它的風險呢 也是它兩種資產的風險的 線性組合 所以你的報酬率跟風險呢 各式為兩種資產的線性組合的話 那你所畫出來的 這個投資機會 就是 就是 一條直線 就是一條直線 就是一條直線 好 我們剛才其實 其實在講風險分散的過程 大致上也有把兩個資產之間的相關係數為 正一的狀況也跟各位報告了 只不過說我們這邊呢 我們有變動W1跟W2 成為不同的比率 然後你就可以發出來 這個投資的機會 就會變成是一條直線 也就是說呢 兩種資產的報酬率跟風險 就投資組合的風險跟報酬率 就是兩種資產的風險跟報酬率的線性組合 所以它理論上來講 並沒有風險分散的一個作用 那我們接下來再來看 如果說這個RiJ等於0的話 就是我們剛才說 兩種資產找不到共同變動的傾向的話 那你應該就可以看到一個非常接近 兩個隨機變數的相關係數 非常接近0的一個情形 那如果說你碰到這種情形的話呢 我們也是一樣 變動WiJ 變動那個W1跟W2的一個比率 然後呢 讓它W1加W2等於1的一個前提假設 是像我們變動不同的一個組合 你就會看到這樣的情形 那其實這樣的情形是怎麼樣呢 我們說當你百分之百的資產 如果投資在A資產的話 那你所得到的組合就在這裡 當你如果百分之百的資產 百分之百的財富投資在第二種資產的話 那你的組合就在那裡 但是你如果適當的變化 就是說像這邊的話就是說呢 W1變成20% W2變成80% 那你所得到的風險跟報酬力的組合就在這裡 然後以此類推 那當那個Ri在 這邊應該等於0 這邊是等於1 等於0的話是這一條藍色的線 那你就發現一件事情 當那個相關系數由正1到變為0的話 你會看到一種狀況 就是說它的投資組合的機會 它就向左邊去延伸 對不對 各位你要看到它的期望報酬力都是不變的 你看第一張投影片跟第二張投影片 它事實上有一個好處 你看喔 這一列 ERJ 就是說投資組合的期望報酬率 這一行跟我們下面的這一行 完全是一樣的 投資組合的期望報酬率是一樣 但是呢 風險呢 風險的話 它完全是向左邊 隱身 對不對 那我們有跟各位講過 一般的投資人 我們假設是 整個資本市場至少顯現出來的證據是這樣子 就是風險越低的話 那對於投資人來講是越好的 因為它沒有犧牲任何的期望報酬率 但是它的風險就降低了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可以大致上你可以看出來這樣的狀況 這是當RIJ等於0的時候 RIJ等於0.5的時候 我這邊有一條黃色的線 看起來稍微有一點點比較淡一點 它如果是等於正的0.5 它事實上還是有風險分散的效果 因為我們剛才不是有跟各位講嗎 只要你去組合資產 你組合的資產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相關 你多多少少都會有什麼風險分散的效果 那你要知道 如果RIJ等於正的0.5 事實上正的0.5已經算是相關係數非常高了 OK 你很可能找到了兩個可能是同一個產業的 什麼紅機電腦跟台積電 那依照我的想像 這兩個公司很可能正相關就是百分之五左右 百分之五十左右 然後呢如果說我們再來 我這邊有個負的 有一個比較淡的淺藍色的線在這裡 如果你是負的百分之五十的話 OK 負的百分之五十的話 你會發現呢 它的那個 在不犧牲任何的提望爆頭率之下 它的風險會大量的降低 甚至我們會看到一種情形 如果說這個兩個資產的話 它是負的 負一的一個 一個相關係數的話 那你將會看到說 只要你變動不同的一個 變動不同的一個 W1跟W2的話 你將會畫出來這條紫色的線 這條紫色的線 甚至在某一點 甚至在某一點 這一點是什麼時候呢 當你如果說 ローAB等於負一的時候 你只要投資WA等於 SigmaA加SigmaB SigmaB WB投資SigmaA 那你會發現呢 你的投資組合 這個P的話是投資組合 就會等於0 也就是說 因為它原始來講 SigmaA跟SigmaB 不是完全相同 因為我們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剛才 一個是百分之多少 它不是完全相同 所以呢 你必須要呢 找到一個對的一個 一個比率 然後剛好可以將這個 兩個隨機變數的 那個SigmaA跟SigmaB 可以完全的抵消掉 OK 那所以呢 這個就是說 你甚至可以找到一個 零風險的投資組合 這個零風險的投資組合 這個零風險的投資組合 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剛才在畫的這個 我們剛才在這邊有畫一條 這個生產可能曲線對不對 我們投資機會的生產可能曲線 就是長得像那樣子 長得像那樣子 你當你找到最好的一個 一個組合的話 就是說當那個A跟B是 完全負相關的話 它畫出來就是這樣子 但是我們要跟各位強調 說我們的資本市場 事實上不只只有兩種資產 它可能千千百百種資產 然後每種資產之間也不會是百分之百的負相關 所以你大致上畫出來的生產可能曲線 也就是說資本市場的所有風險資產的組合 所能提供的風險跟報酬率的 一個opportunity set 長得就像我們剛才的那個樣子 有一點像是算我們的雙曲線的右手邊那一支 對不對 雙曲線右手邊的那一支 看起來是像這樣子 所以呢 我們其實講了那麼多 只是要commince你一種狀況 就是說我們的投資機會 我們理論上這應該是一個雙曲線的下半部 但是我們認為說 一般理性的投資人不會選擇下半部 不會選擇下半部的理由就是說 因為這個雙曲線的這個 類似像是第四項線的這一部分 我們的定義就是它是無效率的投資組合 為什麼是無效率的投資組合呢 因為你想想看喔 雙曲線的這個東西代表就是說 在相同的風險之下 會有比較高的報酬率的組合 跟比較低的報酬率的投資組合 但站在我們的立場上面來講的話 既然你風險相同的話 那為什麼有投資人願意去選擇 那個報酬率比較低的 就不會有 因為我們的那個雙曲線是這樣過來嘛 那就代表相同的風險之下 這邊會是比較高的報酬率 這邊是比較低的報酬率 那比較低的報酬率當然就不會有人選 所以人們的話只會選擇在這個 雙曲線的這個頂點的地方 然後向右延伸 向右延伸的這個 這個bundary的部分 所以呢我們在這邊呢 我們就定義 有一條bundary 就是投資機會所形成的opportunity set裡面 然後呢這個雙曲線的 右上角延伸的那一條bundary 就是我們所謂的efficient frontier 就是效率權延 那也就是說投資人呢 所面對的生產可能曲線 就是投資組合所形成的生產可能曲線 它是一個只是雙曲線的一半 就是向右邊延伸的那一條bundary OK 它也不會去選擇裡面的點 因為裡面的點理論上來講的話 它的 等一下會跟無意曲線的那個 結合的地方 你會發現它會切的 就是無意曲線事實上是 越往左上方的話效用越高 為什麼 因為越往左上方的話 左上方的話是什麼 報酬率越高 風險越低的 組合嘛 所以理論上呢 你的無意曲線的話 是越往左上方的無意曲線 它的效用越高 因為越往左上方的那個 那個 expected rate of return 跟風險就是 就是 報酬率比較高 風險會比較低嘛 所以理論上呢 投資人不會 不會往裡面去切 各位 你要知道說 我們這邊有三條黑色的線 理論上來講呢 這條線呢 效用函數比較高 效用的那個 滿足程度比較高 那 這條線呢 滿足的程度比較低 因為你要知道 這條線是 越往左上方 效用值越高 對不對 所以呢 當 如果說這三條線來講的話 只有這條線是合理的 因為他有跟這個boundary 做了一個切點 所以呢 我們這條線 這個x的這個點 就是投資人 所會去選擇的 一個 投資組合 OK 好 那我們剛才有講 不同的投資人 他有不同的態度 有些人會比較喜歡風險 有些人會比較不喜歡風險 那我們這邊來講的話 那這個黑色的效用組合的這個 投資人 他可能就是比較偏靠 安全性的投資組合 所以他選擇的x 各位可以看出來 他的風險跟報酬率 都比較低一點 然後我們這邊有 三條比較淡的 藍色的線 然後他的那個 可能就是比較平 就是他的那個 比較平緩一點 那他可能跟這個 那個效率全員所切的線 這條第二條的線 跟切的線是在這裡 歪點 這歪點的組合呢 風險也會比較高 報酬率也會比較高 所以這一組比較淡的線呢 應該是一個 比較偏好風險的人 所會去選擇的投資組合 所以我們在這邊呢 理論上 你就找到投資人的均衡 投資人的均衡就是說 如果這個投資的資本市場 全部都是有風險的資產的話 那他的效率前沿就是 會是這條藍色的線 所形成的一個 機會組合的boundary 然後呢 投資人呢 可能會因為他 風險偏靠的不同 會選擇在這個 效率全員上面的 可能的點去做投資 所以投資者的均衡 可能就是在這條 效率全員上面 OK 那這是 第一個 炒創的階段的一個 投資組合理論 那所以呢 你現在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你要去描述 效率全員長的是什麼樣子 好 那各位 我們先談一下 我們剛才其實主要的目的 在做什麼 我們去研究 投資人的那個均衡的組合 是不是我們的目的 其實並不是 我們為什麼要去研究這個東西 我們只是想找出來 能不能有一個很簡單的一個公式 讓我們知道 投資人心目中 他的風險跟報酬率之間 是不是有一定的關係 如果我能夠找到這個風險跟報酬率 的關係的話 比如說 我如果 要投資台積電 那台積電的風險是什麼樣 我就可以算出來 台積電的投資人 應該有怎麼樣的報酬率 那台積電的投資人 要求什麼樣的報酬率 等於從另外一個方向來講 台積電的公司 如果他要去涉算 股東權益的資金成本 他就可以利用這個公式算出來說 我的股東到底要求我多少的資金成本 所以我們要的是那一套的關係 那那一套的關係 從這邊能不能看得出來 嚴格上來講 不是看不出來 有點難 為什麼呢 因為這條函數是什麼 這條函數事實上 只是觀念上的函數 沒有人知道他真正的一個 變數是如何 就是說 它是一個有二次方的一個函數 然後那個二次方裡面呢 那個到底有多少的成分是什麼東西 有什麼成分是什麼東西 其實沒有幾個人知道 所以這條函數呢 對我們來講 應用價值是非常低的 因為他是一個二次式 然後也沒有人知道 他真正的構造是什麼 好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想辦法 能不能說進一步 將我們目前所知道的 投資人的一個均衡 找出一個更可利用的一個 價值的一個函數 那我們在這邊呢 其實只要做一個很簡單的假設 這個很簡單的假設是說 因為我們剛才在講這個 生產可能曲線 就是那個效率前沿的時候 我們基本上是假設什麼 假設所有的資產都是有風險 各位 我們剛才在假設那個 Sigma ij Sigma那個 我們那個Sigma ij 就是它的標準差 我們都設為什麼 大於0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剛才其實要談的 都是風險資產的 投資組合 就代表說 我所有的資產都是有風險的 所以我的那個什麼 效率前沿才會長到這個樣子 對不對 如果我今天只要解除一個限制 我只要解除一個限制 就是就是說如果這個市場上有存在一個無風險的資產 只要存在有一個無風險的資產 那對於我整個理論來講 它就有一個很大的簡化的一個用途 OK 為什麼呢 如果說我能夠找到一個沒有風險的資產 所謂無風險的資產代表什麼 代表你在這個我們這個圖裡面 各位我們這條藍色的線 是原先如果所有的資產都是有風險的資產 那我們的效率前沿就是這條藍色的弧度 我只要找到有一個沒有風險的資產 這個資本市場上是有存在無風險的資產 我們剛才不是講嗎 比如說像國庫券 國庫券 我們嚴格上就可以把它簡化成是一個沒有風險的資產 那各位知道國庫券就算它是沒有風險 它的標準差是什麼 0 但是它有沒有正的報酬率 有 我們剛才說國庫券 那當然我們剛才那個假設是 假設國庫券在任何時間點都會給你8%的報酬率 那事實上現在的國庫券大概沒有那麼高 現在的國庫券大概 如果長天期 比較長期的國庫券大概4%到5% 比較短天期的話很可能只有1%不到的報酬率 那我們這邊假設說 會有一個正的報酬率 它標準差等於0 但是有正的一個報酬率 如果有這樣的一個情形 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對投資人來講 他只要投資部分的錢在國庫券上面 有部分的錢投資在原先的風險資產的組合上面 那他就可以得到什麼 一條新的效率全員 為什麼 各位 我們只要 在無風險的資產這邊 畫一條色線 這條色線呢 可以跟原先的效率全員 有一個切點 那這條黑色的線 將會成為什麼 新的效率全員 為什麼 各位 如果有這個無風險的資產在這裡的話 我們這邊假設來講好了 我這邊有個C點 這個C點代表什麼 如果這個C點剛好是在M跟這個無風險資產的組合 的中間點來講好了 中間點來講好了 這代表什麼 我投資50%的資產在無風險資產上面 比如說像陳老師 如果說 我有 100萬 我投資50萬在定存 或是國庫券上面 我投資50萬 在這個M 這一點上面的話 那 我的 風險跟報酬率 就在這邊的點上面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呢 這邊的投資組合就變成是一個新的可能性 對不對 我以往只能在這個什麼 藍色的線上面去找我要的點 但是呢 我只要有存在無風險資產 那這個無風險資產跟原先的這個效率全員中間 當然你就可以找出一個切線 這個切線上面的所有的投資組合 就變成是一個available的 比如就像我剛才所講的 我只要投資一半的錢在這裡 另外一半的錢投資在M上面 那我就可以得到這個黑色的 投資 風險跟報酬率的組合 後來你會發現這條黑色的線 會Dominate原先的藍色的線 為什麼 因為這條黑色的線是在 原先藍色的線的哪裡 左上方 左上方是好還是不好 好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這個左上方上面的所有的 投資組合的一個選擇 都比這條藍色的線要好 為什麼 因為它的相同的風險之下 報酬率都比較高 或是呢 相同報酬率之下 風險都比較低 對不對 OK 那因為它有這樣的特質 所以這條黑色的線 將會成為新的效率全員 只要說這個資本市場上面 有一個風險資產 那這條黑色的線 直線就會成立 變成新的效率全員 那這條黑色的線 當然對投資人來講 或是對學者來講 它是比較好的線 為什麼 直線比較容易描述嘛 對不對 直線比較容易描述 那我們原則上來講的話 所有的投資人都會選擇 在這條線上面去投資 我們等一下會解釋一下 這個M是什麼 因為剛好這個資本市場的均衡 你會讓這個M呢 後來就成為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東西 OK 這個M呢 其實就是市場上面 所有風險資產所組成的組合 那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其實就是這樣子 我們先來講一下 我們等一下再講這個公式 我們這個M呢 理論上 你會發現就是說 如果 我們有個無風險資產的話 那所有的人都會在這條黑色的線上面去選擇 我剛才陳老師講的就是說 我會選擇C 這C是代表什麼 我有一半的錢投資在國庫券上面 有一半的錢投資在M上面 對不對 投資在國庫券上面是代表什麼意思 我把錢借給誰 借給政府 對不對 借給政府 那如果我們把這個國庫券這件事情 想像成說 我把錢借給需要用的人 我得到一個固定的報酬 因為無風險嘛 但代表就是說 只要那個人願意還我錢的話 而且沒有風險的話 那這個報酬率是固定的 就有點像我把錢借給別人一樣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如果選擇M的 左手邊的投資機會的話 代表是什麼 我把部分的錢借給別人 投資部分的錢在M上面 對不對 那這個M的右手邊的這個投資機會 是代表什麼 代表呢 如果我有一百萬 我除了把我的一百萬 投資在M上面 我甚至還去跟別人借錢 因為我想要的風險跟報酬率的組合 是超過這個M這一點的 所以呢 你怎麼樣去得到這樣的在M 右手邊的一個報酬率呢 就是你除了把你自己的錢投資進去之外 你還是跟別人借錢 OK 所以呢 如果說我們資本市場的所有投資人 有些人借錢給別人 有些人跟別人借錢 那資本市場的均肯呢 你一定會得到一個特質 就是所有借錢的人 會等於什麼 所有借錢給別人的人 會等於所有需要跟別人借錢的總和 所以那個 那個 Rending跟Borrowing的那個 就相互抵消掉 如果Rending跟Borrowing的人相互抵消掉的話 所有人所剩下的淨的投資組合 都是什麼 都有一個M 對都有一個M 那所以呢 你會發現說 那既然所有的人都有一個M的投資組合 整個資本市場上的投資組合 就會等於這個M 那所以呢 陳老師的狀況就是說 如果這個M的話 就等於台灣的 加權股效指數的一個投資組合的話 那任何一個理性的投資人都要怎麼樣 比如說陳老師比較保守的 那我很可能就是 部分的錢去買國庫券 買國庫券等於是借給別人的 那部分的錢投資在加錢股價指數 那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就是說 有一半的投資機會 我可能會投資在台灣50的基金 有一半的錢我投資在國庫券上面 那我就可以得到 這左半邊的一個投資組合的機會 那很多人如果說像你們比較年輕的人 願意比較去投資風險 或是你的判斷是說 未來的經濟情況會是好的 那未來經濟情況是好的話 是有利於做風險的投資 所以你不只把你自己所有的錢都投資進去了 你甚至你去跟別人借錢來買 買股票的基金 對不對 所以你除了把你的錢投資進去之外 全部都投資股票 然後再加上你跟別人用很低的利率借來的錢 也投資在股票 那你所得到的風險跟報酬率就在這右半邊 所以這整條新的黑的線 就會變成是一個效用的投資組合 那這條線的公式呢 其實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 只要你知道 只要你知道 你的投資的機會 只要你知道你的投資的機會的 sigma是多少 就是標準差是多少 你依照這個公式就可以算出來 它應該有的報酬率是多少 所以今天你只要告訴我 ok 就是說 有多高的風險 那我就知道它應該對應的 期望報酬率是多少 ok 那所以那個 中間那個分數的話 事實上就是它的邪律 邪律就是說你看 我們從這邊無風險資產 到這邊m 這邊有個 你可以畫出來一個三角形 那這個垂直的部分 就是1rm減掉rf rf就無風險利率 然後呢它是除以什麼 除以這個 1rm減掉rf 對不起 1rm減掉rf 是可能的 去除上這個sigmarm 因為 這個 那個無風險資產的那個sigma是0嘛 所以sigmarm減掉 叫0的話 就是sigmarm 那那個rm呢 就是整個 股票市場的平均的報酬率 平均的報酬率 就是整個加權指數的一個平均的報酬率 所以你就可以算出來 那這個公式呢 看起來好乾淨 好簡單 但是它能不能用 不能用 為什麼不能用 我們忘了我們剛才要去找風險跟報酬率的 一個關係是想要做什麼用 我們想要做的是 想找出台積電 台積電這家公司 它的風險跟報酬率的關係是如何 我們想找出來中鋼 中鋼的風險跟報酬率之間的關係如何 但是我們這條公式呢 代表什麼 我們這條公式說 投資人只能投資在這條黑線上面 這條黑線上面是什麼 就是說你有部分的錢要投資在 加權平均指數上面 有一些錢要投資在國庫券上面 你非得要有這樣的投資組合 才能夠適用這條黑色的線的關係 那可是你能不能告訴我 台積電有沒有在這條線上面 那理論上它不可能在這條線上面 為什麼 任何一個個別的股票 它都不可能是 效率的投資組合 為什麼 因為它風險可能過高了 因為我們有經過那個 風險分散的過程 才能夠讓我們的風險 能夠非常 節制的在某個範圍之內 那你會發現如果說 任何一種個股的風險 可能都不在這個 效率全員上面 OK 因為這個效率全員呢 是考量了非常有效的投資組合 那有效的投資組合 事實上就是很多種股票去抽起來以後 才會成為有效率的投資組合 所以任何一個個股 做一些簡化 做一些簡化 這些簡化呢 大致上就是說 任何的一個投資人可能都會做的一些事情 OK 我們會做幾個假設 這是我們剛才強調的 這是我們剛才強調的 因為我們剛才強調的 為什麼這個M剛好就是市場的 投資組合呢 因為我們說 每一個人都在這條黑線上面選 有些人會借錢給別人 有些人會跟別人借錢 商務底下掉以後 就每個人都擁有 那每個人都擁有M的話 你把每個人擁有的M加起來 就剛好會等於整個市場 資本市場所有的資產的組合 所以這個M呢 剛好就是整個市場的投資組合 所以這是我們的理由 那這邊我們剛才就講 我們剛才那條線 就把它叫做資本市場線 Capital Market 9 資本市場線呢 事實上就描述說 所有的投資人都要去投資 市場組合跟無風險資產之間的 一個組合 而且它本身是有效率的 但是我們想知道的風險 跟報酬率的關係 可以包含一些無效率的組合 無效率的組合 比如說 我想知道台積電 我想知道中鋼 我想知道宏基電腦 那它的風險跟報酬率 可能就沒有辦法 用這條線去描述 所以我們大概 再往前做一步的延伸 我們今天很可能必須要去稍微講一下 就是如果每個人都去做一個風險分散的動作 因為我們剛才已經講過 就是說對任何一個投資人來講 每一種股票 它可能都有三種風險 對於一個投資人來講 我們假設說 我們有A股票 B股票 C股票 它都有三種風險 一種叫市場風險 一種叫產業風險 一種叫個別企業風險 比如說 你要買的台塑公司 它有沒有市場風險 所謂市場風險 就是總體經濟的風險 油 它有沒有產業風險 油 因為它是石化工業 所以石油的價格 對這個產業來講特別的敏感 所以它有產業的風險 然後再過來 它有沒有個別企業的風險 有 這一家公司很可能會有一些 工業上的一些公安的問題 然後有一些 不同的那個 繼承者的一些問題 大家都知道 台塑可能會有一些 那個遺產的增值的問題 所以有個別企業的風險 然後 我們 假設 台積電 台積電有沒有總體市場的風險 也有 它也受了一些GDP的影響 消費傾向的影響 改變的影響 它有沒有產業的風險 也有 因為它是電子業的上游 所以任何需求不振 或是任何科技業有一些重大的轉變 它很可能也會接受到一些風險 那它有沒有個別企業的風險 也有 那台積電大家都知道 那個張忠謀董事長 年紀可能已經蠻大的 他在兩年前曾經做過一次交棒的動作 但是 並不順利 所以他後來又回去自己當執行長 兼董事長 那所以呢 大家知道說 一個人沒有辦法擁有的 火下去 所以呢 它或多或少會有一個接班的危機怎麼樣的 所以你會看看說 所有的資產都會有這三種風險 那我們剛才不是有強調嗎 就是說 如果你將你的總資產 然後呢 我們分散再投資在很多不同的標的上面 那你如果分散投資在不同的標的上面 你的投資標的很可能會橫跨不同的產業 那就算其中有一些產業 你甚至也會橫跨不同的企業 OK 那如果呢 我們可以做這樣的假設 如果說我們每個投資人都 Follow相同的風險分散的程序 將他的很多的錢 投資在不同的一個投資標的 就好像我們 古老的一個智慧告訴你說 不要把所有的雞蛋 放在同一個籃子上面 那你也不要把你所有的財富都 賭在少數的幾種股票上面 而是分散投資 那分散投資會有一個什麼好處呢 這部分的風險 產業的風險跟企業的風險 由於你投資到太多不同的標的 有些產業呢 在這個時點表現的特別好 有些產業表現的差 有些企業表現的好 有些企業表現的差 那我們說由於我們分散投資 每一個個別產業所佔的比重非常的小 每一個個別企業所佔的比重也非常的小 所以我們剛才有在講 如果你的W1到WN 如果都各自等於N分之一 那我們說 其實你如果投資到那麼 廣泛的一個標的上面來講的話 個別企業的風險會越來越不重要 所以個別企業的風險就是下面這些 它會相互抵消掉 那所有的 這個投資人所面對的風險 就只剩下什麼 只剩下市場風險 只剩下市場風險就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 我們就可以找到一個很簡便的一個方法 只要你能夠找出這個市場的風險的大小 那我們就可以找到一個所謂的一個適當的一個報酬率 所以我們等於是 當然這中間 各位 可能會有一個跳的一個過程 我們剛才不是講到那個資本市場線嗎 那資本市場線呢 我們現在馬上要跳到說 你可以用相同的邏輯 把資本市場線的一個論述的方法 然後移轉到說 任何的一個個別資產 或是投資組合 然後你都可以用 類似的一個函數方式 可以描述出來 風險跟報酬率之間的關係 那這個在比較高階的 投資學的課本 跟比較高階的財務管理課本 它事實上是可以用數學去導出來的 我曾經也在研究所的這個課程裡面 有去導這個微積分的關係 OK 所以它的數學上是可以導得過去的 只不過說 因為這不是我們這堂課的重點 那我們直接就是把我們剛才 各位能夠理解的那個資本市場線 然後直接就把它引介到 我們這邊想要講的證券市場線 OK 那證券市場線 市場的長相跟剛才的資本市場線 其實是非常接近的 只不過說 我們的縱軸是一樣 我們的橫軸 就不再用所謂的SigmaP SigmaP就是等於你的投資組合 或是你的資產的一個Sigma 就是那個標準差 我們這邊呢 就用什麼 就用我們的市場風險當作我們的風險指標 OK 這中間是可以 移轉過去可以用數學去證的 OK 有興趣的人等等 我應該有那個資料都還在 我可以Email給你 但是那個微積分稍微有一點點難 所以我們在這邊呢 我們就直接就是說 我們可以用某個數學的方式 然後去轉換 把我們剛才的那個資本市場線 轉換成 就是說你可以用 cobearance IM 當作我們的橫軸 這cobearance IM是什麼呢 M的話是我們的市場組合 那這個I呢 就是我們的individual 就是個股跟市場之間的共變數 我們剛才不是在講嗎 如果說我們每個人都做風險分散的程序 那我們所有的個股當中 只剩下市場風險 因為其他的風險呢 會跟我們同時存在的其他資產的 市場風險跟企業風險 就相互抵消掉 所以我們每個資產所留下來的風險 就只有剩下市場風險 所以市場風險呢 就是我們這個個股 跟總體資產之間的一個共變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cobearance IM 所以呢 我們就不用再去考量 所謂的sigma的部分 因為這邊的話 都是sigma的一部分 就是說標準差 其中有一部分是在產業風險 有一部分是在企業風險 但是這一部分的風險 對我們來講是irrelevant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會去做風險分散的動作 那每個人如果做風險分散的動作 我們其實每個風險流下來 就是有sigma IM這一部分 就是cobearance IM的部分 所以我們cobearance IM 如果你把那個i 那個i可以是任何東西 對不對 那個i可以是individual 也可以是portfolio 對不對 可以是個股 也可以是投資組合 那當然你的極限就是說 那個i也可能是m 對不對 所以 因為如果說我們這個理論是可以 推到極致的話 就是說 那我全部的錢 我如果都去買那個什麼 買那個 加權股價指數的一個組合 我去買台灣50 那我去買台灣50的話 那我的風險跟報酬率 就非常接近整個市場的風險跟報酬率 對不對 就完全風險分散了 對不對 那所以呢 我們這邊就是告訴你 你會有一個新的公式出來 那新的資本市場線 就會變成是這樣子 OK 我們剛才那條線 我們的那個橫軸的話 變成cobearance AM 那那個 當然 它的那個中間值 中間值就是說 那 那當I等m的時候 你就變成是sigma m平方 OK 所以呢 我們的那個 原因的公式就變成 我們的拮据 就是風險資產 我們仍然會承認說 這資本市場上面會有 無風險的資產的拮据 那我們的邪律呢 邪律的話就是說 Rm減掉Rf 就是說 也是一樣 我們這中間的那個資本 那個資產組合 就是整個市場的組合 那它的風險就是sigma m平方 對不對 是整個市場的 那個 風險的平方 然後呢 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 那個 垂直的 垂直的那個 坐標的一個差 就是Rm減掉Rf OK 那我們的橫軸的指標 是cobearance Rm 好 那我們原先呢 我們的那個 證券市場線 事實上是這樣子 後來呢 我們覺得這樣的一個公式 有一點點 不太好用 所以不太好用的地方就是說 你要去估計 所有的指數的一個 covalence rm 對 所有個股跟那個 我們的那個 市場的 covalence rm 那這個東西 可能個別估計起來 會比較難一點 那所以呢 我們就有一個 就用了一個 一個 比較 有技巧的方法 我們就好像就是說 任何一個 個股 你就可以找出一個 covalence rm 所以它 各股的那個 任何一個股票 都可以找出來一個 covalence rm 所以呢 我們就把 covalence rm 去除以 這個sigma m平方 因為這個sigma m平方 是對所有的 個股所面對的sigma m 都是一樣的 所以呢 我們就為了 讓它簡化成一個 一對一函數 把covalence rm 簡化成一個 β i 讓它成為一個 一對一函數 那這個β i 是一個 經過標準化以後的 一個 風險的指標 怎麼來講呢 這個β i 你就可以把它 想像成是這樣子 就是說 我們所有的 股票市場 你把它的 平均的變動 當作是 1 平均的變動 當作是1 比如說 我們 從去年到今年 股票市場 平均報酬率 是10% ok 那所以呢 我們這個 整個股票市場 的β的平均 就等於1 如果說 有一些 股票 那些股票 比如說 比較像是超商 量販店的股票 那各位知道 超商跟量販店 來講的話 它的 經濟 它的那個 營收 或是它的 報酬率的變化 是會比 一般 整體的股票市場 來講 變化是大還小 它很小一點 為什麼它很小一點 各位想想看 如果說 人民的所得 增加了一倍 那你會覺得說 你去吃 米 或是吃那個 一般的日常用品 的消費量 會不會多一倍 理論上不會 ok 因為 那 你可能會買其他的東西 會買多一點 但是日常用品的消費量 不會增加一倍 儘管你所得 增加一倍 但是呢 我們說 如果你的 景氣比較不好 你所得 縮減了百分之五十 那我們說 你吃飯的量 會不會縮減為百分之五十 你不會 所以你會覺得說 那個日常用品 民生必需品 它的 震動幅度的變化 跟整個市場的 震動幅度的變化 相比來講會小一點 所以呢 如果是屬於這一類的話 那在我們這邊 你會看到β是小於1 β小於1的話 就代表說 它的整個風險 相對於整個市場的變動來講 那風險是比較小 β會小於1 那有些東西 它的變化幅度 是會比整體市場來講 變化幅度會大一點 比如說 像我們剛才所講的一些科技產品 3C產品 那3C產品來講 我們說景氣好的時候 它可能需求會比較旺盛一點 景氣不好的時候 你會覺得3C產品 是第一個會被你砍掉的 所以它的變動的幅度 可能會比 經濟變動的幅度要大一點 再過來 還有奢侈品 奢侈品的話 當然 一般你如果經濟狀況不是很好的時候 你就不會消費 一旦經濟狀況很好的時候 大家會想 會去吃比較好的料理 或是去買比較名貴的商品 OK 所以呢 像我們說奢侈品 或是我們剛才所講的3C用品 它在整個市場上面來講 相對風險是比較大的 所以我們認為那些 那些股票它的風險可能就是β要大於1 也就是說呢 它跟市場共同變動的關係 比市場的平均變動來講 會比較高一點 Covalence的IM 就是說它跟市場共同變動 連動的幅度 比一般市場上的平均風險要高 那我們剛才所講的那個民生必需品 OK 那它的Covalence IM 會比市場上的平均變動來講 會相對小一點 所以Covalence IM 如果小於sigma m平方的話 那它的β就小於1 Covalence IM 如果大於sigma m平方的話 那它的β就會大於1 那整體市場理論上的所有的資產的β的平均值是1 所以呢 我們說 如果你今天買的是台灣50 買的是台灣證券交易所的股價指數的話 那你的β就會等於1 OK 所以我們這邊 其實這個理論的一個好處就在這裡 就是說如果每個投資人都很理性的 去做風險分散 那每一種股票所剩下來的風險 就只剩下市場風險 那我們就可以依照市場風險去推斷出來 它哪一種股票 因為市場上認為說 它只存在的風險只剩市場風險 那它的市場風險多高 我們就可以推斷出來這樣的股票 它的理論上的報酬率要是多少 所以我們這邊其實我們等一下會利用這樣的特質 只要你告訴我台積電 它的β大史上來講是說 台積電的β大概是1.1 1.2左右 所以你只要告訴我1.1 1.2 我剩下的東西都很容易去找 OK 你只要告訴我台積電的那個1.1或1.2 剩下的這些指標我們下禮拜會跟各位報告 它是怎麼樣去找出來 OK 你只要告訴我中鋼它的β是等於多少 那我就可以推斷出來中鋼應該有的報酬率是多少 所以我們其實今天其實講的還蠻多的 可是我們真的要應用的東西其實很簡單 而且我們也不要要求各位真的親自計算這些β 因為這些β其實在所有的財務金融資料庫裡面 甚至你可以從Yahoo的Finance Yahoo的財務金融的網站上面都可以找到 所有上市上貴公司它的β是多少 那你如果知道那些β你就可以推算出來 台積電的股東權益的資金成本為多少 中鋼它的股東權益的資金成本為多少 台塑公司它的股東權益的資金成本應該是多少 然後你就可以藉著這些資料 然後算出該公司的資金成本 然後去進行所謂的一個資本預算的動作 那我們下禮拜也會把這一部分講完好不好 請問我選擇 我們可以選擇 這麼幾個月沒有其實 我們會選擇 那些資金成本 我們會選擇 到最大手的資金去 我們會選擇 我們會選擇 各大手的資金成本 對方 我們會選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